如果有三只脆弱的小生命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是向它们提供一些帮助 还是直接忽视掉它们继续做自己的事 眼前这三只小可爱正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相信大家可以很轻易的看出 它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多久 但对于三只小奶猫而言 现在的它们更应该待在自己的妈妈身边 又怎么会出现在人类的家里呢 答案还要从三天前开始说起 这位小姐姐就是这三只小猫的主人 它说自己遇到它们也完全是机缘巧合 记得自己那天晚上出门遛狗 在天气异常寒冷的冬天 它不得不加快自己的速度 就在准备回家的时候 草丛中竟然传来了小奶猫的叫声 刚开始自己还没有在意 直到自己的狗狗努力朝着草丛跑去 它才停下来好奇的等待着 当它看到狗狗叼着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 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它终于意识到这个小家伙一定是被抛弃了 而且草丛里还不停的有小奶猫的叫声 说明还有几个小家伙被遗弃在这里 于是小姐姐没有犹豫立刻来到了草丛边 开始仔细找了起来 它一共找到了三只小奶猫 因为天气十分寒冷的原因 几个小家伙全部都被冻得瑟瑟发抖 要不是自己的狗狗发现了它们 自己很有可能会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 因为它们现在太虚弱了 叫声也很微弱 小姐姐将它们放到了自己的车里 并且立刻打开了空调 然后试图用手掌的温度 给这几只小可爱们取暖 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自己穿着厚厚的衣服都难以抵抗 更别说这些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生命了 小姐姐没有怠慢 急忙开车将它们带到了自己家里 还给它们准备了温暖的毛毯 但是它们依然动得全身发抖 看起来一出生母猫就抛弃了它们 没有喝到一口奶 导致身体十分虚弱 根本没有办法对抗严寒 小姐姐见到这一幕 心都快化了 看到这几只刚出生的小可爱 真的非常心疼 刚出生就失去了妈妈的呵护 懵懂得它们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 要不是遇到了自己 它们一定会在这个夜晚 丢掉自己的生命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三只小猫终于慢慢感受到了温暖 它们渐渐苏醒 但是其中的一只却濒临死亡 它的体重开始下降 很有可能没办法熬过这个夜晚了 小姐姐非常着急 因为它不想看到一个弱小的生命 离开这个世界 它急忙查找相关资料 并学习了一些急救手段 于是它拿来了一个吸管 然后将食物通过吸管 直接喂到小猫的肚子里 为了能救活这只奄奄一息的小猫 小姐姐几乎整晚都没有睡觉 每隔三个小时就要起床查看情况 并为小家伙补充食物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小姐姐的悉心呵护下 小家伙竟然奇迹般的挺了过来 体重也开始慢慢上升 三天后甚至可以用奶瓶吃饭了 看着小家伙精神饱满的样子 小姐姐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真的是难以置信 也可能是因为从一出生就没有过上好日子 这几个小家伙对于食物的渴望都很大 吃相也非常可爱 嘴巴上也粘的都是食物 小姐姐说只要他们能健健康康的 自己就很满足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几个小家伙都慢慢睁开了眼睛 毛发也变得更加旺盛 不得不说他们每一个都十分可爱 颜值都很高 一切都在向好的一面发展 但问题也随着出现了 因为在遇到他们几个之前 小姐姐的家里已经有两只狗狗了 随着他们长大 自己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照顾他们了 于是为了让这群小家伙健康的长大 小姐姐参加了一次收养活动 在活动中 她给小家伙们物色了三个不同的家庭 他们每家都非常的和睦 而且有爱 也发誓以后会好好照顾他们 绝对会让小家伙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看着这位新主人眼含热泪抱着小猫咪 小姐姐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下了 希望他们能在以后的生活中 永远快乐吧 而接下来的这只小海塔 也同样有着不凡的经历 这只小海塔是海洋管理新来的成员 他的经历可谓是非常的曲折 从宠物医院那边得知 小家伙是在一处礁石上被发现的 当时的他身体受伤难以行动 路过的救援队员便果断将其救下 并带往了当地的宠物医院 经过治疗后才恢复了行动能力 但因为小家伙的伤势比较严重 即使恢复了也不再适合回到野外 毕竟他的捕食能力已经大打折扣 所以不能再支撑他独自生存了 结合这个小家伙一点都不害怕人类 而且还活泼好动的性格 医生决定将他带到海洋馆 这样不仅解决了以后的食物问题 还能有一个专属的蝉使官 陪伴他度过余生 果不其然 来到海洋馆的小海塔不仅衣食无忧 活动范围也很是宽广 居住的环境可以说 要比原来在外强上许多 而今天也是小海塔第一次表演的日子 虽然在这之前 他已经接受了很多训练 但到了真正上场的时候 小家伙又变得十分胆怯 只见他紧张的搓着小手 然后小心翼翼的抱住水管 这个环节是需要小海塔将水射到锥桶里去 但尽管他不断的调整姿势 结果却一直没有如他所愿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家伙越来越紧张 终于他体力不支 失去了平衡 饲养员见状打算给小家伙 兑换一下任务 让他来抱着锥桶 可这样的要求 让小海塔更慌了 只见他呆呆的抱着锥桶 不知所措 此时 饲养员有点着急了 他凑近小海塔 轻声的说 你得努力啊 再这样下去 咱俩的饭碗可都保不住了 可谁曾想小海塔根本不吃这一套 索性 料挑子不干了 就这样 一人一塔 反复将锥桶推来推去 观众看后 竟觉得这一幕出奇的可爱 没办法 饲养员只好用出最后的手段 拿出小海塔最爱吃的皮皮虾来诱惑他 果不其然 身为吃货的小海塔 瞬间变成了乖宝宝 不仅抱着美食开始享受 还在水里开始一边养泳 一边扭动身体 可能对于小海塔而言 没有什么是一只皮皮虾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喂两只 只见他两口吃完后又回去索药 饲养员趁机让他跟观众们挥手打招呼 吃饱喝足的小家伙也十分配合 甚至主动抱起锥筒开始表演 超萌的外表配合精湛的演技 这一幕逗得观众们哈哈大笑 表演结束后 小家伙还和饲养员一起跟大家道别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看到这一幕 是否也想养上一只这样的小可爱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这位小哥正忙着去相亲 结果在路过一处垃圾堆的时候 听到了奶声奶气的叫声 于是好奇的他 蹲下身子来仔细寻找声音的来源 终于在角落找到了这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家伙 看着这一条鲜活的生命 又没有在周围看到这个小家伙的妈妈 善良的小哥当即决定把他带回家抚养 就这样自己这一次的相亲算是泡了汤 但小哥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毕竟自己救下了一条小生命 随后小哥根据这个小家伙全身都黑漆漆的 便给他起名叫做小黑 刚开始小哥决定让自家的花猫当小黑的爸爸 但谁曾想刚一见面 花猫就嫌弃小黑全身黑色的毛发 表现得十分抗拒 于是为了不让花猫产生抵触心理 小哥还是决定自己喂养小家伙 因为小黑现在还太小 就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所以只能先通过喝牛奶来填饱肚子 但毕竟小哥也是第一次当爸爸 对于带娃这方面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于是不出任何意外 小黑的第一顿饭就被吃撑了 看着他圆滚滚的肚子都担心会把食物吐出来 小哥为了让小家伙舒服一点 于是紧张的给他的肚子做着按摩 想让小黑把牛奶吐出来一点 但好在小家伙从小就很聪明 他知道自己吃多了要稍微运动一下 于是自己起身慢慢的学习走路 就这样过了十天 小黑的眼睛终于睁开了一条缝 但第一次看到这个美丽世界的他并没有很开心 反而又不懈的把眼睛闭了起来 而且在这之后 还是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不愿意看看 面前这位救命恩人 看来小黑是真的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所以才表现得很随意 在二十天后小黑终于学会走路 这段时间内小哥对他的照顾一直都很细致 甚至因为他冷落了家里的花猫 可以说小黑的生活真的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同样都是猫 花猫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待遇 而反观小黑这边 学会走路的他变得非常调皮 不仅学会了拆家 还学会如何跟小哥玩捉迷藏 为此小哥特意把家里的毛巾都换成了白色 这样他就不用担心小黑会平白无故消失了 终于到了小黑满月的这一天 虽然看起来还是呆呆傻傻的 但好在懂得如何撒娇了 就比如他经常把小哥的手抓伤 当小哥抓到他准备训斥时 他又会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求饶 小哥一心软只能作罢 但话又说回来 可能是小哥的善良得到了回报 也可能是小黑给小哥带来了幸运 在那之后 小哥不仅找到了女朋友 在事业上还有所上升 现在他们一家的生活 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美满了 祝愿小黑能快乐的长大 也感谢小哥救下了这一条鲜活的生命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这样可爱的小奶狗 不知道有没有俘获你的心呢 只见他全身雪白 水汪汪的大眼睛 对于这个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还总是奶生奶气的叫着 相信任何一位看到这个小家伙的人 都会忍不住想要好好心疼他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家伙 童年却十分的悲惨 原来小奶狗从小就没有了妈妈 美女说小奶狗是自己有一天在晚上散步 经过一片垃圾堆时偶然发现的 当时因为听到有小奶狗的叫声 所以才好奇的仔细寻找了一番 这才找到了这个被抛弃的小家伙 小姐姐满是心疼 没有一点点的犹豫 就将小家伙带回了家 因为这样一个稚嫩的生命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到家后小姐姐赶忙将小家伙抱在怀中 想要让对方恢复一下体温 因为从外面到回家的路上 小奶狗全身都在不停的抖动 不知道是天气寒冷的原因 还是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害怕 毕竟他还没有满月 还是处于一个吃奶的年纪 但小姐姐通过观察发现 这个小家伙真是太可爱了 谁会这么狠心将他抛弃呢 很快他就知道了答案 就在小奶狗恢复体力不再抖动时 小姐姐将其放在地上 想要让他自由活动一会儿 可却发现小奶狗的后腿 好像出现了问题 他并不能正常走路 只能拖着后腿在地上爬行 小姐姐没有犹豫 急忙将小家伙送到了附近的宠物医院 而医生在通过检查后发现 小家伙的后腿骨骼天生畸形 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 小姐姐的心都碎了 他急忙询问医生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帮助狗狗恢复健康 医生说只能每天帮助小家伙 做一下腿部拉伸和按摩 其他的都是徒劳 虽然康复的几率几乎为零 但当小姐姐看到小家伙天真 却又笨笨的模样 摔倒了都没办法自己站起来时 他决定尝试一下医生说的方法 因为他实在不愿意 让这么可爱的小家伙 一辈子残疾 自己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从此以后 小姐姐每天都给小家伙按摩 和拉伸后腿 终于奇迹出现了 有一天小姐姐惊奇的发现 小家伙竟然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并简单的走两步了 虽然还是不太灵活 但这无疑是最好的消息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小家伙就能像其他小动物一样 活泼可爱 自由自在的度过童年了 最后感谢善良小姐姐的付出 也祝愿小家伙可以早日恢复健康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